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亚视公关及宣传科高级经理黄首冬先生接受我们新传网访问 说一下作为亚视的公关,他的工作和员工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很多,尤其是新的合约和签约之后,现在都只剩下160个员工 你见到那么多同事走了,那你自己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是什么令你继续坚守崗位? 我想如果我个人的一些感觉就是,始终有部分同事我们相处了很久 而亚视的同事也很有一份人情,那我自己觉得是难过的 就是见到一些同事离开,但是如果以我的理性来说就是 我见到或者我也知道公司的一些财政或一些状况 不是那么圆圆传传去去具备一个条件的时候 可能这个是一个,我相信,我个人相信 公司是一个无可奈何或者忍痛之下的一个决定 那就保留100个60个同事去继续做一个基本的营养 你之前和前执行董事叶家宝都整天一起出席 就是上庭都一起出席,几招都一起 那他现在就离职了,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你的百乐离开了,或者是你一个很亲密的,紧密的战友离开了 那你会不会有些不习惯,或者工作上你自己怎样应付 我想我和叶家宝先生都有,我自己觉得 都有一些缘分,就是说我加入亚洲电视的时候 最后一位面试的面试官就是他 按我理解就是,其实是他聘请我的 那后期我加入亚洲电视之后,转转转转 公关呼类都归过不同的一些行政人员,或者一些主管去管车 那到最后就是说,去到2014年的3月的时候 那我又直接归回去叶家宝先生的管车 那叶先生也成为我的直属上司 那后来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一个迎难而上的一段时期的经历 可能就是叶先生他本身,因为公司未能发放薪金 而导致的一些官司,我都是和他一起去面对 或者协助去处理一些事项 那我自己会形容就是一种的缘分 那到最后,后期,叶先生因为 无可来何,迫于无来的情况之下 因为公司未能够发放薪金 而要去离任这个执行董事和高级副总裁 那我自己,我个人觉得是可惜 但是我都很明白叶先生这个决定是 就是必无选择之下一定要这样去做 那我自己反而的感觉就是可能 这个责任更加重大了 因为叶先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传媒人 亦都是一位很好的公关人员 是我们亚时的大公关 那如果他的离任,可能我就觉得 我自己的工作责任就更加要大了 以及更加努力去做好这个工作 有没有在他身上学习到什么 你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叶先生他仍然而上那种精神 很值得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去学习 那种坚毅和不放弃那种精神 很值得每一个,包括我自己,年轻人去学习 另外叶先生,我认识的叶先生是一位 很有亲和力和很谦厚的一位谦谦君子 他这些代人处事的一个谦厚的态度 或者代人接物的那种欢容和包容 亦都很值得我们各方面的人去学习 我相信他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在你的身上非常体现出来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坚守崗位 不放弃的好员工 但是开始有声音 就是觉得你助纣为弱 就是帮雅士去支持他 就算对那么多员工说他没有良心 不出粮 那你对这些说法你怎么看? 有什么想法? 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表达意见的一个权利 我尊重每个人表达他意见的权利 同时我也觉得每个人都有他选择自己路向的一个权利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选择了 因为我对亚洲电视这份情 我想他得到一个延续 而去付出努力 虽然我听到近日一些声音 对一些留守员工的一些声音 但是我相信我亦都会心无习念 不会为这些杂音所影响到 只会望着我认定的目标或者目的 去做好自己面前的工作 我看回一些杂志报导 你是三年没拿过annual leave 保价有百多天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才放假呢? 如果你放假之后你想做什么? 我想我自己也可能 有些朋友说我是工作狂 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年轻人 很多的社交媒体 譬如Facebook 大家都有 就经常见到一些同学 旧同学或者一些朋友去旅行 那些朋友就问我 为什么经常都没有去旅行 一是去旅行 就是去外地工作 譬如可能亚洲小姐到内地 做一些宣传 一些推广活动 那我自己又反而 我觉得这些时间过得很快的 嗯 我又没有太着意要去旅行 或者去做一些休息 总之面前的工作 就排山倒海的涌起来 而我一窩蜂冲了过去之后 完成了工作之后 回头一看 原来又过了一年了 新一年又来了 那可能是 我想可能我对于工作的一种专注 就令到我 亦都可能这样说 忽略了自己的一些假期 和一些休息 那事情发展到现在 的确实是对的 我是大约有130多日的补价 和大约有30多日的年假 是未领取的 在上一个雇佣合日里面 但是因为早前 就是临时清款人 将我们做一个解散 那究竟这假期如何处理呢 我暂时都未去了解到 应该去如何处理 但是我当然很希望公司 可以对我的情况 做一个特别的处理 就是很多人觉得被拖粮 或者你经常在OT 开到凌晨5点多是亏了 那你认不同呢? 你觉得你自己赚还是亏? 嗯 OT到5点多就是偶尔而已 虽然有 但是不多 但是 我的工作其实 我自己评估就是 都佔了我大部分的时间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至日 很多时候 或者一些嘉宾的接待 或者一些宣传活动 我自己没有考虑到 真的赚蝕那样东西 正如你看到我 原来职存了130的保价 原来我都是没有去放过的 这么多年以来 我自己反而不是很着意 反而我就是觉得 如果认定了目标 这件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个学习 或者是一份职业 是一份事业 我觉得我要放更多的努力 去做好它 反而其他一些 一些 个人的一些情况 对我自己而言 我就不会把他的 优先次序派到这么高 尽管就是做好面前的工作 就是 我觉得是我的工作 对工作的态度 那我也觉得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或者一个出来社会做事的人 是应该持有一份 对工作执着 和认真的态度 那才会有机会 是取得一些 一些不敢讲成功 或者讲一些的成绩 嗯 这个是我相信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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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